歡迎來到上班不要看的都市傳說對決單元 我是瓜吉 我們將帶領觀眾深入民間 挖掘潛藏在人們深藏記憶中的都市傳說 通過科學的驗證來揭露那些傳說背後的真相 都市傳說不過是人類不知的理由 通過對決來找出人類文明的出口 今天的題目相信大家都在熟悉不過 是鬼、妖怪、殺人魔、四角獸 BOOM! 都不是 而是深植在每個人的心中 從小就有健康回憶 健康在哪裡 殺人魔還是四角獸 BOOM! 都不是 而是深植在每個人的心中 從小就有的恐怖回憶 大小 但可不是一般衝不掉的大便 而是那些你永遠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在那裡的大便 像是在便等外地上、垃圾桶裡 門板上或甚至是牆壁上 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使徒來襲 各種型態、各種能力的使徒不斷不侵 造成你我心中揮織不去的迷路 我知道你一邊覺得噁心 會感覺到疑惑 我開門之後的恐懼 你始終揮織不去 究竟這些人是怎麼搬到的? 或者根本就不是人類可以搬到的 各位觀眾 我今天特別邀請到美國公共衛生管理學系的教授 歐史王 以及上班不要看的特技演員 來進行狀況劇的模擬 讓我們一起來剪開公共廁所大便的鼻團 情境一 拉在地上的可能性 有一種人是馬桶潔癖者 大便噴到馬桶還會特別去擦乾淨 所以乾脆選擇搭在地上 有些人是對馬桶有潔癖的 所以對他們來說 大便沾到馬桶是一件很噁心的事 與其搭在馬桶上 不如搭在地上 因為地上本來就是髒的 你們說是不是很合理呢? 情境二 噴在垃圾桶的可能性 有一種人是省水達人 大便直接打開垃圾桶拉在裡面 連水都不用沖 好省 省水才是根本之道 人類根本沒有辦法預估自己這次的大便量有多少 是什麼心態 所以很可能會發生大太大條 用水沖怎麼沖都沖不掉的情況 不僅自己尷尬 也造成下一個人的困擾 與其如此 不如直接搭在垃圾桶裡 不僅省水還能跟著垃圾隨帶徵收 你們說是不是很合理呢? 情境三 噴在門板的可能性 讓我們看看接下來的模擬劇 現代社會的人們過著快速又便利的生活 其實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內建的運作邏輯 追求快速省事的行為是人類已經被規訓的證明 有些人為了節省時間 站著大便是最簡化的方式 我稱這是具有資本主義特色的排移模式 你們說是不是很合理呢? 就是抓抓抓抓在這裡 Oh my god 情境四 噴到牆壁的可能性 當我們走進廁所 發現地上有一些零錢 這時候彎腰 啊 地板上有錢 也是很正常的事呢 情境 噴到天花板的可能性 接著 我們在網路上發現了一篇驚為天人的經歷 有人將大便拉到天花板上 這到底是怎麼辦的? 這是Landis Gal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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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全部人身上都是 我沒有 你叫我大便 我覺得 太棒了 很大便 以上就是為什麼公共廁所的大便 總是到處亂噴的真相 我是上班不要看 哇